是标准的习家军 他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在浙江省重点栽培的习家军人物 从浙江省做过各个市的公安局长 又做过温州市的公安局长 后来做了浙江省的公安厅长 最后调到上海当国安局局长 就是国安厅长 所以算是在政法系统位高权重 但因为他是习家军 尽管有人举报 他并没有被拿下 但是这个可以看成是反习阵营的一个回合 尽管习近平平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打击反习阵营 但是反习阵营也没有歇手 通过什么